除了我们上课讲的这一个证照题目之外 其实你们也可以 假设你要找那个Jason的格式的话 可以从那个开放资料里面全部 找到那个底下有那个Jason 这一万多个里面 甚至呢 如果你不知道要找哪一个的话 像我的习惯我会去找什么 上面有个排序 那排序的话呢 可以以什么 浏览次数吧 或者下载次数吧 浏览次数由高到 第一你可以找到那个最多人下载 最多人下载应该是最受欢迎的 浏览次数啊 或者是下载次数等等的 比如说我下载次数最多的 看哪一些 OK点下去 相关什么 入外停车资讯 这次有蛮好用的 Jason格式 这在哪里呢 桃园的 OK哪边可以停车 相对的 它会有个说明 栏位说明 总共有几个栏位 当然不是每个栏位你都需要 你可以抓你要的那些栏位 那因为你抓到这些栏位之后的话 你可以再针对这些栏位里面的资料 做一个分析 OK然后看最后你甚至可以再画个图出来吧 比如说哪一些 它甚至哪一些停车场 哪一些停车场 哪一些停车场 控位最多 或者是最容易满 OK那甚至它有跟你讲说哪一个坐标 你可以再结合Google地图等等的 相关的东西 甚至什么气象站的 灯格尔等等的 RPI-22这边上面也有 OK 它空气品质报告 等等的 那也可以拿来 甚至还有台风消息 警报啦 健保等等的 或许各位可以去找找看 各位比较有兴趣的 其实可以拿来试做看看吧 然后你会发现 虽然同样叫Jason的格式 可是其实里面 他用的那个 怎么样 就是里面的结构也不一样 有的像我们刚刚看到是一个串列里面包字典 那有的就是字典里面再包字典 有的是字典里面再包串列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不能说你只有一招哦 你一定要见招拆招 针对它给你的结构 你去再去做拆解 你不能说我只会那一招 那其他不会那就完蛋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也许待会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刚刚这部分做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做完之后 我们就有四个栏位的资料 那特别注意 我是建议这个forI的写法 如果我是建议以后 你可以再把它精简一下 就是将来的话 你可以再不要用那个forI in range 这种固定的 因为这种方法的话 程式会比较冗长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改成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的写法就是 你不是告诉它那个 那个编号的范围 而是把实际上那个里面的东西 就直接丢到I里面去 所以也许你这边的话 你就不要 forI后面不用加real range 你可以把它改成forI in list 1就可以了 改成这样的写法 这种写法我之前也写过了 只是我们比较常写是什么 forI in range 因为你想说老师 你为什么每次都写这个 不写精简一点 因为我怕如果突然改变的话 那同学可能还是没办法习惯 突然又改了 所以我都固定写一种方法 其实当然呢 程式的写法太多种 那我为了教学 我怕说每次都写不一样的话 一些同学会觉得说 老师你怎么像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 对 那就会感觉 老师你为什么一下写这样一些 所以我要说明一下 那未来 如果你要把这个串列里面的东西 全部抓回来的话 除了用forI in range之外 你可以什么 forI in 这个list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把这个list里面的所有东西 通通抓到I里面去 这种写法应该有看过吧 那这种写法的好处就是它比较精简 为什么呢 因为以后我们底下 后面这个地方 之前写list的 中瓜糊I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意思说那个I里面的title 这样子 写这样的话 会不会更精简呢 你会发现 突然程式变短了 就不用写那么长了 那这个写法叫for each的写法 也就是把那个for 那个串列里面的每一个啦 每一个东西全部帮我抓回来 放哪里呢 放I里面去就对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种写法 所以以后建议慢慢进化 如果全部取出来的话 那你就用forI in这个list里面 意思是全部取出来 全部哦 OK 那如果说你不是全部 你是要取部分的资料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就forI in range Range哪一个到哪一个就对 告诉它范围哦 如果有范围的话 如果没有你就全部就写这样 应该可以看懂吧 两种写法要熟悉啦 不然的话呢 以后说真的你要快速的取得你要的资料 那就是问题啦 然后Python我觉得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哦 一定要对每一种写法都熟悉 否则的话哦 哇 这可能会很容易卡住啦 我发现很多同学哦 就是容易卡在那个什么 语法不太熟悉在上面 所以是势必需要花时间啦 OK哦 你不能说 虽然啊 程式真的没几个字啦 但是你只要错一个字哦 程式就无法run成功 像刚刚少个瓜糊他就不成功了 所以很多人呢 一直卡在就是一个小地方上面 OK 不过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 如果我把它写成这样的哦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结果会不会一样呢 结果会一模一样 所以哦 你可以慢慢改成for each的写法 不是for i in range 这是for i in这个list 全部一个一个的通通帮我抓回来 好 那再来最后呢 关键的地方 就再把它存档 存档应该还记得吧 其实存档不外乎怎么样 你就先把什么 把这个字串 底下输出嘛 现在是print了 可是我现在不是print了 我现在是什么 我现在是要把这个东西 帮我放在一个地方 要不就是什么 你用串列的方式 全部串在一起 也应该有印象 OK 然后呢 最后再把这个串列 串好的串列呢 最后再存档 怎么写 其实程式 写了蛮多次的 第一步的话 我习惯 会在for回圈上面加个s s等于一个空字串 前面好像蛮多地方 我们是为了要丢到资料库 还是丢到csv 有没有 那第二步的话 就是在print下方 增加一行叫s 等于s自己本身 加上后面的东西 哪些东西呢 就是这一串 就是它要print的东西 那这个print的东西呢 把它复制 放在这个后面的意思 就是说我以后print的东西 我不是只是print哦 我还要帮我串串串 一直串 串到就是一个整个 然后最后因为我要把这个字串呢 塞给什么呢 塞给一个档案存档 你看它有印象哦 但是呢 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这个后方一定要加一个反斜线N 因为呢 我print本身会有换行 但是 我的字串不会换行 所以 必须多一个这个东西 最后还记得吧 就把它存档 存档的话就是在for回圈外面 下一层 写一个fw 等于什么呢 open一个档案 那这个题目要求是要写什么 write write 点csv 然后呢 再来do点 第二个参数就给什么 w 这个应该写蛮多次哦 最后的话就是用fw物件 它里面有一个叫write的方法 放一个什么呢 s就可以了 所以哦 上面的这两个东西 这个是 为了要先产生一个s变数 这个的话是把后面上面的东西产生的东西全部都丢到这个什么这个变数里面 最后的话呢 再帮我把它这个什么直接就丢到这个档案 所以哦这个档要存档先要开一个档 然后再把他的档案里面的这个变数的东西写到哪里呢 写到这个档案里面 就OK了 不过哦 等下写出去哦 可能会发生错误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哦 他的那个 Jackson 的格式里面哦 他是用UTL8 UTL8实际上是unicode 的内码 unicode的内码哦 的字数会比那个哦 微软的这个ANSI哦 自 自源来的更多 所以有些东西写进去他 他原来ANSI的编码里面没有 所以造成错误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执行 哎 他这边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他跟你讲说 哎 你这个编码哦 CP90啊 有些编码我找不到位置 我没办法帮你make 我要放我放不进去啊 因为有些哦 呃 就是写不进去 那怎么办 最后可能还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encoding哦 可能就没有办法 把它写成 CSV了 不 不能写成那个 那个Big 5嘛 所以哦 你后面可能要再加一个 encoding要等于UTL8 或者的话 写入他会发生说 对应没办法成功的问题 所以这边的话哦 直接把它執行一下 OK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事件 不过因为我把它写入成 encoding是UTL8 所以哦 他这个现在 当然我把它打开的话 里面会是乱码 因为它是什么 UTL8的格式 有没有 除非你要再把它转回来 否则的话 就会出问题 那主要当然因为 这个来源是UTL8 所以你写出去哦 有的时候你 假如说没有把它存成UTL8 会造成它编码会找不到 找不到它就不给你存了 那会有这个问题发生 所以请各位 注意一下 试试看哦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一下 把刚刚的这个地方 我刚刚主要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把for i in range 把它改成for i in 什么呢 in那个list的意义 这个写法就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就是每一个哦 OK 那第二个是说呢 我如果要把抓下来的四个栏位 存成CSV的话 其实就之前做过了 有没有 所以这招还蛮管用的 以后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也就是说你将来呢 你要把它把抓下来的资料 变成一个CSV的话 那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完成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